这期情人节马上就要到了桃园有一间庙呢 为了要抢生意找来一些辣妹扮成了七仙女 穿着比基尼要推广招财的法宝 不过这辣妹身材很辣又穿得很清凉露出了事业线 在场的信众都觉得这样子是不是有点怪怪的呢 七仙女别怀疑就是她们跟着音乐游泪游泪 不过印象中的七仙女长这样 你们身上这事业线全都露也太清凉了吧 桃园这间财神庙财神真的很有赚钱脑袋 穿来辣妹七仙为了搭配七仙 后面还一百个织女 看着织女多用心在织布一点都不受影响 不过跳来跳去要推广的是财神爷的祝福简讯服务 穿来辣妹推广简讯还不够更狠的来了 穿来穿着气在里红堡 招财法器很环保是太阳能力 辣妹男人身上摆pose 真的颇有咱们早期半畅代的味道 看来刘子谦复古哥当道 连财神爷也懂得这一招 记得算命大游戏黄俊杰桃园报道